我34岁的年龄 14岁的智商 我们挺合适的 日前乐载 竟然贴出这样的留言 不少粉丝看完 都担心两人拍 我们相爱吧 二 加续真做啊 博豪你怎么看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真人说的里面的一些的 传传的效果 所以我就没有去问 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今天 来了工作 你们问我才知道 这个不需要问她了 大家如果相信的话 我觉得你看那个 节目就会开心 就是这样 谈恋爱的事 还是不要在 失恋的人面前说嘛 邓里昕跟小方 全部分手 至今已经两个月了 现在有没有 遇到新对象啊 暂时还没有耶 我觉得 可能我想要的时候 她就会来吧 我现在暂时还不想 就是想专注在工作上面 这天他们出席 有份配音的动画电影 首映里 张继聪说了会带儿子 去看这部片 至于老婆谢安琪 已经开始休假停工了 也看到她有陪儿子上学 去课外活动哦 那儿子放暑假 你们就有更多 亲子时光吧 暑假很快就到了嘛 那所以一定要安排 时间跟小孩子 一起去玩 毕竟这个放暑假 对小孩子来讲 就是他们有空 我就要特别忙 一边要工作 一边要就是把时间 好好去安排 跟她去玩一下 我老婆她只只去 跟她的朋友去旅行 因为她要去旅行 所以我就要好好工作 谢安琪除了旅行 不是还有一个重任吗 随缘吧 这个我觉得 当然了如果有小孩子 会很开心 那不过这个要随缘吧 我现在小孩子 已经有一个小娘 所以不用太多了 有跟没有也没关系了 健康就好了 抓钱让我来生小孩子 就她来吧 因为现在科技 就是男人还没有 还不可以生小孩子 还是交给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